据巴勒斯坦多家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16号凌晨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南部 东部等多地发起空袭 此外 以方还在约旦河西岸地区 展开搜捕行动 以色列国防军 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 15号晚发布联合声明称 以军继续对加沙地带展开空袭 并打死哈马斯安全部门 南部地区负责人 穆尔塔兹·艾德 以色列空军方面当天表示 以色列空军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 是消除尽可能多的陆地和空中威胁 以利于地面部队进入加沙地带作战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5号晚表示 该武装当天向以色列境内 包括特拉维夫在内的多地发射了火箭弹 并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乙军设施 当天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杰哈德下属武装派别圣城旅表示 以准备好应对乙军的地面军事行动